我们的心情现在是很沉重 但是我能参加这个议事也是感到好 光荣更自豪 因为我可以将这一段历史 跟同学们去讲一下 将保家卫国的真诚可以传承下去 给我们的香港的年轻的一代 非常荣幸可以有这个机会 带着我的学生 我们一起来到沈阳 千桃机场参加这次的烈士 回故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活动 我们澳门同胞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去参与这个活动 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激动 所以非常感谢这些机会来到这边 加深了我们澳门同胞的一个家国情怀 我现在有幸能走进历史 然后来到这个现场 其实我的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烈士们 他们在异国他乡牺牲 其实这个举动其实是很伟大的 那么得益于现在我们祖国的这个繁荣富强 然后他们才能够回到自己 很久都没有回来的故乡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举动 这个无私奉献 是让我们澳门学生 就是很感动的 我也深深地感受到祖国母亲 其实是我们永远经常的护盾 然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我们才会感到很安心 我今天来到沈阳 我就感到非常的寒风刺骨 我看到了很多靠美元朝的那些战士 他们也是承受着这么冷的天气 所以我为此感到很感动深处 我这次来我希望我能传承烈士的那种精神 我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也更加让我感觉到了对祖国的这个归宿感 我们国家有今天的繁荣强大 都是因为我们宣伯们的无私的奉献 每一位香港的同学也要知道这一段的历史 未来你还愿不愿意带学生来 肯定 肯定 每一年都会来